Hello 台灣我是張家儒 淑莉早安 哈囉 家儒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淑莉這個是久違的爬爬狗 你好久沒有帶我們出來走走了 今天的造型也非常可愛 的確是淑莉這一次台風 接二連三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淑莉又生病又重感冒的 我總共五個禮拜沒出來了 所以好多觀眾朋友都好懷念 然後都來我的粉絲頁留言說 淑莉好久好久沒有看你出去爬爬狗 大家都好想念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被禁足禁太久了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我覺得因為重感冒 就需要多出來呼吸新鮮的空氣 而且要來曬曬太陽 所以說要曬太陽就要找一個 這個陽光非常的強烈 然後可以曬到大家 都覺得非常舒服的地方 所以家如今天你看淑莉打扮成 這個客家姑娘的打扮有沒有 對 今天淑莉帶大家來到客家莊 也就是我們的新竹新埔 當然既然要曬太陽就要找了 新埔最有名的就是曬飾餅了 所以今天淑莉就準備要跟這些 你看看在現場的飾餅一樣 等著被太陽曬 而且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藍天了 今天清晨的時候 家如這邊真的風還滿涼的 所以我在想說不定 有好多觀眾朋友現在涼涼 還不想起床 還在賴床 每天淑莉都會有起床號 叫大家起床 可是今天我跟你說 淑莉的聲音還沒有完全恢復 所以聲音不夠大聲 不過沒關係 我跟你說 我們今天請到了 這個明文國際的國際名模 也就是當你來到了新竹新埔 不能夠不認識的兩個人 那就是我們的大姐跟二姐 來 大姐 二姐 來跟我們這個家如主播 還有觀眾朋友問好 大家好 妳看看 今天這個大姐跟二姐 元氣滿滿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雖然淑莉很小聲 但是我們的大姐跟二姐 元氣滿滿的 所以我們要一起 還是要來喊什麼 提成了 大家看到應該都醒來了吧 是不是 應該都醒了對不對 的確今天我們要帶給大家 元氣滿滿的一天 那麼尤其剛來到 我們這個新竹的新埔 現在已經來到了秋季了 而且也來到了 這個寒露的時節 每次到這個時節的時候 就是久降風起了 久降風起當然了 在這個新埔這邊 又到了我們曬士兵的時候了 所以這黃澄澄的士兵海 又呈現在大家的眼前了 這種堅持古法的傳統印象 也代表著台灣的精神 所以每年到這個時候 這邊人山人海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來朝聖 而且這麼美麗的台灣印象 也成功了為台灣的觀光 做了最佳的廣告 所以我說 蘇莉在這裡不出名你知道嗎 只有是我們的大姐跟二姐 才是最有名的 有說說實在的 家如最近我們 說實在 這個天氣變化好大對不對 我們都覺得 那早晚都涼涼的 所以你看蘇莉這種感冒 家如早上有時候 深夜覺得啞啞的對不對 喉嚨癢癢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曬士兵 這士兵海很美 可是士兵也是我們傳統客家 最佳的養生良方 尤其對什麼 對蘇莉這個 常常說話 尤其是生生的對不對 大姐 對… 所以今天大姐跟二姐 就準備了什麼 來 二姐 妳這邊準備了什麼 來 士兵茶 士兵茶 為什麼今天二姐 妳要泡這個士兵茶給我喝 這個可以潤喉 潤喉的 對 原來我們的士兵 是看好看的 不是 不是 這個士兵茶有潤喉 所以現在對蘇莉這樣 燒聲燒聲最好了對不對 當然 加如 各位觀眾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沒有喝過士兵茶 這個士兵茶好清香喔 果然喝了之後覺得喉嚨好舒服 二姐 妳現在手上這一碗又是什麼 這個是士霜粉 這個士霜粉要幹嘛 也是一樣 保護妳的嗓子 也是要保護我的嗓子 對 這個士霜還可以保護嗓子的喔 是 還有可以潤肺 還可以潤肺 二姐 這個士霜都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士肝士餅 然後再繼續做成士肝 上面它的葡萄盤結晶出來的 這就是士霜 妳看 就這樣給她吃下去 對 好好吃喔 甜甜的 這邊 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好 妳看看 妳看每次這二姐 大姐 都對我最好了 知道我今天中感冒 還要來爬爬購 特地準備了這個士餅茶 還有這個士霜 大姐這邊也 妳這又是什麼 雙醬士餅 雙醬士餅 什麼是雙醬士餅 大姐 它是在冷凍庫裡面長出來的 非常珍貴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的都是 一般都是這個士餅 這種是 剛做好的成品 可是妳為什麼今天把這個 珍貴的雙醬士餅也端出來了 因為主播要來 氣象天候要來 所以這個雙醬士餅 跟這個一般的士餅 有什麼不一樣 雙醬士餅上面那層霜 是非常好的一個結晶 它要在冷凍庫裡面才會形成 那個一樣對妳的氣管 可以潤飛直渴 所以我今天要報氣象的話 非得也要吃下這個不可 對 妳要吃一塊 妳看看我今天多幸福 這個就是雙醬士餅也是潤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客家傳統的 對 所以這個士餅 我們每年這樣曬 大家都是來買這個士餅 其實士餅本身就 聽說柿子是韓性的對不對 對 士子性質是韓的 這個是韓的 可是當它曬過了太陽之後 就變了 對 它變成溫性的 所以它對於這個季節來說 人家說為什麼一定要吃 當令的食物 因為會在這個季節 生長的食物一定有它的道理 所以當這個韓性的士子 曬過太陽之後 就變成了溫性的士餅 所以這個當每次我們這個時候 真的 酒醬風 尤其 我跟你說 新竹的風最強了對不對 是 一個不小心 雖然太陽曬得很舒服 但是沒有太陽的時候 這個風一吹很容易就怎麼樣 就感冒了 所以為什麼會這個士餅 跟我們今天大姐特地為我 準備的雙醬士餅 就有這個潤肺 紫殼 還有苦苦掃最好 是 好貼心 所以今天孫力來這裡吃就對了 然後氣象大姐 二姐 你們就幫我報吧 好 我們今天大姐 二姐 可是有備而來的 我們在這個這麼美麗 黃澄澄的士餅海當中 不僅要帶給大家 美麗的台灣印象 而且也要告訴大家 除了這個美麗的士餅海 大家都不曉得 其實傳統客家的養生良方 這個士餅還有士餅茶 甚至我們非常難得珍貴的 雙醬士餅 都是在這個季節最好的食補了 好 那我們氣象當然也是要報了 來…我們趕快來看看了 今天又到了禮拜五了 淑莉今天比較有元氣一點點 尤其喝下了士餅茶 還有吃了這個雙醬士餅跟士餅之後 我們要來看看天氣了 從這個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看到了 今天天氣當然還是受到什麼 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其實清晨的時候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宜蘭這一帶還是有下雨 尤其這個雨昨天有空檔 但是昨天晚上雨又增加了起來 所以今天要告訴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的觀眾朋友 今天這些地方說實在的 降雨就會比較持續了 當然大台北地區還有花蓮 今天也會下雨 不過就比較偏重在早晚了 至於在整個新竹以南 都是好天氣 你看看我們上面都是藍天 而且白雲也出來了 待會陽光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好好曬一下太陽了 是 不過從衛星雲圖上面 也要告訴大家 今年第21號颱風已經形成了 這21號颱風的名字叫做什麼 沙利加 對 這沙利加昨天晚上已經形成了 不過我們從這個路徑圖 也就是中央氣象局的潛式路徑圖 當中可以看到 它未來是登陸菲律賓 然後會穿過菲律賓來到的南海 所以其實對於台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那麼至於之前 大家很擔心 就是會有這個共辦的現象 不過這共辦的現象目前看起來 因為它登陸的位置比較偏南 所以其實這共辦的效應不會太過明顯 只不過下個禮拜一跟禮拜二就要注意了 在整個基隆北海岸到宜蘭這一帶 就比較容易會下雨了 那麼另外我們要透過 接下來這幾天的天氣預報 也要告訴大家 今天尤其在雨區預報當中 要提醒您了 今天你會得到好 當然也是會得到好 尤其基隆北海岸到宜蘭這一帶 降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局部還是會有大雨 甚至好雨的情況出現 那麼至於大台北地區跟花蓮的話 降雨是比較局部比較短暫的 而且比較偏重早晚 中南部其實都不太會下雨 不過午後注意了就是 山區局部會有一些短暫鎮雨的情形 到了晚上因為東北風持續在影響著 所以其實晚上在基隆北海岸這一帶 同樣還是比較容易會下雨的 另外透過未來這幾天的天氣預報 也要告訴大家 今天跟明天 今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 同樣東北季風都比較強 所以當然北部地區 尤其基隆北寒 這一帶就比較容易會下雨了 那麼其實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天氣就比較好 都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溫度方面我們要來看看 北部今天的高溫幾度 24到27 那中部今天的溫度又是幾度 30到32 那南部今天的溫度幾度 30到32度 那東半部今天的溫度又是幾度 27到30 所以你看看今天不用熟利報氣象了 今天我們的大姐跟二姐 可以說是今天我們東森氣象 最佳的氣象主播了 好啦 當然了解了溫度之後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其實雖然沙利加颱風 不會直接的影響 但是其實下個禮拜一跟禮拜二 就注意了 因為北部東半部迎風面 受到它外圍雲系水氣的影響 就比較容易會下雨 至於這個週休假期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好天氣 但是基隆到宜蘭這一帶的 觀眾朋友就要多注意了 至於禮拜天天氣是最好的 所以這麼好的好天氣 如果說你也跟熟利一樣 有感冒 酷酷嫂 最好都到戶外走一走 呼吸新鮮的空氣 對不對 大家 二姐 對 是 尤其來到新谷這邊 這個秋陽高照 真的 就跟飾餅一樣 我們躺在這陽光下 好好的被曬一曬 病菌都怎麼樣 就都不見了 而且來吃一下傳統客家 真正在這個季節最養生的 包括我們的飾餅 包括我們的飾餅茶 待會兒我們也會有 飾餅雞湯 對不對 還有我們大姐 二姐 就要奉上最棒的飾餅 給大家好好來養生一下 來… 再把時間交給家如囉